脂肪話 老實說 說什麼 現在要說的是夏天到了 大家除了這個服裝之外 其實頭髮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天氣一熱 你說頭髮髮型可能沒用對的話 你就一直流汗 或是流汗有沒有 然後或者是夏天到了 你有些時候太陽一直曬一直曬 其實你的髮池會受損 真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請專家來教大家說 夏天頭髮到底該怎麼辦 沒錯 年年夏日即將到來 女孩們也開始煩惱 請問一下三位前面三位美女 你們的髮質分別是什麼樣子 紅糖 像我頭髮是細軟髮 細軟 比較沒個性的髮型 對 就是很難做造型 然後又很毛 我也是這種 超髮型 它好像假髮喔 是不是很乾 我的頭髮也是蠻難整理型的 因為我頭髮很多 然後又很毛 然後又很塌 就是我頭髮是偏直的 我好像完全沒有自然捲 它直到很像燙離紙燙 對 就是我的瀏海如果沒有吹 是貼平在我的臉上 瑞卿妳的髮質有什麼問題嗎 我是粗軟髮 就是我很奇怪 我外面是粗的 可是裡面其實它又是軟的 就是一個矛盾的髮質 而且我的頭髮跟肌膚很像 它是外油內乾 你表面上它很容易出油 可是我的頭髮因為缺水 所以我在吹頭髮的時候 我的頭髮好容易乾喔 因為我洗完頭 頭髮濕的時候 我現在的髮質啊 可能就因為缺水 它很容易就會吸乾所有的水分 所以輕輕一吹它馬上就乾了 可是一到下午 但是下午大概四五點 你就會覺得髮根開始油油的 所以你如果剪短的瀏海 就會很討厭 這邊就容易長痘痘 所以這邊就一定要長的 像以馨我覺得她就是沒有選對 對的產品 所以才會導致髮根油 我買到很多就是已經很貴 他們說沒有細菱 天然的 就各種都買 我從就是開架式的 到沙龍的 到就是精品級的 全買了耶 還是你沒有好好洗頭 你只是貨個兩下就 沒有 它可能髮質就這樣啊 但是那是天生嘛 但是你後天 你可以靠很多東西來補充 所以待會會跟大家 後面還有兩位 你們是什麼髮質 我是容易出油的髮質 然後很乾燥 出油又乾燥 就是很容易分擦到夏天 分擦 分擦 夏天才很容易分擦 好啊 我們今天整理了一些 女性的頭髮的困擾 我們來看一下 請渺小師今天幫我們破解一下 好 第一個是出門不到半天 由就不斷地湧出來 很噁心的說法是 詹艾亞 對 我湧出來 是因為其實我本來的髮質 是很乾燥的以前 就我可以 四五天不洗頭 然後頭都看起來很不油 然後可是我就一直 就是覺得自己很拽 所以呢我就開始不愛洗頭 結果我 不愛洗頭的狀況 越來越嚴重 就我可能沒工作 就兩三天洗一次 結果導致我現在 隨便就會出油耶 就我出外景啊 大概半天我瀏海 如果有剪瀏海 就會黏在臉上 然後有一次很尷尬 就是我出外景 然後我沒有洗頭 因為只能睡兩三個小時 我們去那個阿里山拍日出 所以我就很急 我想說趕快睡覺 我就把頭髮綁一個包 然後隔天就這樣去出外景 結果就有一個男工作人 就靠近我的時候 他就這樣 你們女藝人 不是應該都要香香的嗎 然後他就這樣 他說張艾亞 妳頭也太臭了吧 然後他就聞到我頭 有那頭皮的油味 油味 因為大家出外景都離很近這樣 我覺得超尷尬 因為那時候他們好像 他架一個那個空拍的機器 從我頭上飛過這樣 然後他就說 就是已經嚴重到 看得到 好誇張喔 應該這樣說好了 第一 妳剛有提到妳只睡兩到三個小時 通常頭皮會有狀況 出油或者是皮屑 都是妳身體 就是頭皮代謝已經不正常 因為妳的身體狀況 完全會反映在頭皮上 然後再來 因為妳長期這樣以為 自以為就是他不會出油 妳就不洗頭 導致他的腳質 是一層一層的累積 然後油脂出來 又累積腳質 然後妳也沒去清乾淨 他就會越來越不好 然後他的生長環境很惡力 他就會成為 慢慢的體質就變了 頭皮也改變了 所有的都變了 妳就會變成油頭皮 所以我現在變成油頭 會不會 會不會 那妳就兩天洗一次頭就好啦 兩天洗一次還是會 然後就是像我們平常有做造型啊 噴膠什麼的 其實我覺得到第二天 妳自己就會覺得頭皮 油油的 然後味道 或許是旁邊的聞不到 可是妳自己會覺得很不舒服 可是我這麼常 我每洗一次 我洗加吹 一個半小時 真的 太辛苦了啦 好累喔 然後 可是我就算剪短 我頭髮還是很厚 像他們常幫我吹 都要一次三隻 吹風機才吹得乾 我就很困擾 這個頭髮 對 沒有 因為妳真的 因為妳的狀況就是 如果你現在的狀況是用一般 比如說像我介紹這洗髮精 它很優秀了 但妳還是不夠 因為妳的腳趾太厚 所以妳現在應該是要做 頭皮的大少數 去去腳趾 然後再用好一點洗髮精 然後做頭皮調理 就會有效 重新開始 那我們頭皮大概多久要去一次腳趾 其實腳趾的話 大概兩週一次 所以像艾亞她那樣就是 我會建議她 譬如說妳油脂分泌很嚴重啊 除了就是洗髮精 我會蠻推薦有精油配方的 它可以去舒緩妳 譬如說像薄荷啊檸檬 檸檬可以針對妳的油脂去大掃除 OK 除了張艾亞是兩天洗一次 其他人大概多多洗一次頭的 兩三天啊 我是 一天洗兩三次 天啊 這麼油 這麼油 太誇張了吧 對 因為妳不會覺得說 夏天出去要流汗很噁心 但妳越喜歡越油耶 可是妳頭髮都很油 因為從一天洗兩三次太多了 太多太多 太多了 因為如果妳一直在 就跟臉一樣 妳一直把油脂拿掉 拿掉 它機制反應就是 我不夠油脂了 一直補充 它就會再來多一點的油 所以妳應該是洗完之後啊 去噴頭皮調理液 像羊柑橘類的 它就是妳洗完之後 妳把水分補進去 它就不會一直要產生油脂 要不然妳永無止境在洗頭不累嗎 像我是一個禮拜洗一次頭 我知道很不乾淨 可是問題是因為我很容易掉頭髮 我每次一洗頭 我的排水管一定是塞住的 一定會淹水 因為一撈下面 永遠拉出大撮頭髮 因為妳一個禮拜洗一次的關係吧 我都嚇死了 所以我想說 那我每次這樣洗 就這麼多 那我天天洗 我不是頭髮只要掉光了嗎 妳這樣是錯的 真的嗎 妳看如果妳是一週洗一次啊 其實妳又沒有在梳頭 她頭髮就會一直累積 因為每天 平均會掉100到150根是正常的 但因為妳是長頭髮 所以跟譬如說短頭髮的人 150根可能就這一些 可是因為妳這麼長 所以才會覺得排水孔好像繞了一大圈 所以不要嚇自己 如果妳大概維持兩天洗一次 那是正常的代謝 那像妳頭皮 妳是不容易出油的人嗎 不然妳怎麼可以一個禮拜拆洗 應該是說我會就是 洗瀏海 就是只洗瀏海 其實有瀏海的女生 應該常常都會 我沒有都索性不洗 可是會洗瀏海 要不然就是輸光 對 完全綁住 包頭 就是完全不會有任何頭髮在臉上的問題 可是像夏天這樣子瀏海都必須黏在 額頭上怎麼辦 對 這個明亞基老師是怎麼辦 應該說像如果艾亞弄短瀏海 我會建議她就是可以用 髮捲來去做 就是因為妳平常會流汗嘛 那妳平常沒事的時候 妳就把它架起來 讓它不要貼在妳額頭 因為有時候 瀏海會有是因為皮膚的狀況 妳流汗啦 油脂啦 導致它油 而不見得一定是頭皮 所以妳把髮捲 譬如說妳去上個洗手間 妳就捲著進去上一下出來 就好了耶 它其實就是很快 有這些小道具 我之前短髮的時候 我車上一定有一個髮捲 我在開車一定會把它定型撐住 然後走的時候就把它拿下來 但是我真的發現短的 短瀏海的啊 妳這邊真的很容易冒油 就我們撐一下好不好 其實剛剛艾亞也是這樣幫她用的 就是很簡單 然後因為這種就不會說會傷頭髮 因為它是沒有所謂熱度啊 對 就是這樣 然後又清爽 然後呢 然後這樣撥久 然後一分鐘拿下它就捲了 或不沾到一分鐘 就只要順一下就好 有時候還可以捲兩卷 對 捲兩卷 捲兩卷是甚麼意思 就是分兩層卷 因為像艾亞她的頭頂很塌 所以她的造型都必須先 撐一卷再撐一卷 她有分大小卷 聽不懂 就是先裡面那一卷 小卷一點 然後外面要大卷一點 可以把髮裝撐頭 可是弄兩卷 不是喔 對 對 就是這樣 這好像王菲喔 隔著 就頂一個玉子燒在頭上而已 這樣子平常男生看到 應該也覺得還OK吧 不OK 那不OK啊 不可以給男生看到 不行嗎 當然不行 在家裡是可以 你們家許先生可以嗎 聊錯話題 對不起 然後大概 等於說你是去洗手間 或者怎麼樣 一分鐘就直接出來 調整一下 那現在好 我們看拿掉會怎樣 就比較鬆啦 也不會貼到 真的耶 對啊 好看好看 就是這樣 就這樣 真的 好像剛吹完 剛洗完頭 因為剛剛洗筋有點塌掉 對 這樣就很快就鬆了 這樣很快啊 像紅糖 它就是瀏海很容易有 對 像現在就有一種洗髮精 是超級控油 但它非常天然 連孕婦都可以使用 真的 因為它是一種 就是植物性的一個 界面活性劑 OK 之前去那個國外 因為做義工 在很郊區 那邊沒有水 都是冷水 所以那幾天就 你知道那兩個禮拜 你沒有辦法洗澡洗頭 那時候我去之前 我就問那個化妝師 他們說就是 因為我一定會出油的頭髮 他們說就讓我帶那個 肺子粉 就裝在小小的裡面 然後出油的時候 就把髮根啊 拉起來 灑一點肺子粉 弄下來之後這樣搓搓搓 就會真的比較乾耶 然後而且會比較站立起來 有點像蓬蓬粉 但是因為蓬蓬粉摸起來很色 它又不會色 然後它就會覺得 鬆鬆的乾乾的比較乾爽 洗油了 但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搶洗油 那個跟你的油黏住的時候 那肺子粉 它不會黏住耶 就弄起來之後就變鬆 然後粉粉的 有洗油的感覺 只是它唯一的缺點 它是因為是白色的 你只能不能亮多 但那種也只是暫時的 去做一個舒緩的急救用 但是我也不建議常常用這一招 因為其實在毛狼裡面 它還是會注射 會堵住嗎 對 所以現在其實有一種 像這種 這什麼 但是像乾洗髮 可是它又算是造型的 然後你看它分子會比 像 很細 所以你只要 就髮根據大概二三十公分 噴灑之後搓一搓 就可以形成 因為我買過好多 這種乾洗的 就可以讓它比較蓬鬆 就好像就是剛洗完頭那種鬆度 然後不黏也不油 劉希要不要試試看 好啊 因為我買過好多乾洗頭的 這算是乾洗頭 用法的東西 對啦 但就是這種東西 我還是不建議常常 不過就急救的時候 可以用一下 那今天還不是很油耶 會不會 我現在開始髮根出油 是因為剛剛造型師 真的耶 你現在已經油了 為什麼啦 我們這樣用也都看得出來 剛剛開錄的時候沒有耶 剛剛那個造型師有幫我吹乾 所以吹乾的時候 因為可能有遇到熱 它就比較不油 但是現在做一做它就油了 剛剛開錄 你在我旁邊的時候 不是油的耶 男生沒有靠這麼近啦 太害羞 但是老師他必須要幫助 男生不要跨自己的頭太近 我對油頭 不行不行 就是大概距離張的 大概20公分左右 頭點的部分 因為剛剛說廢子粉 其實我們之前有時候 也覺得拍八點檔的時候 其實很多演員 真的沒辦法時間回家洗頭 對啊 這樣要幹嘛 就用廢子粉真的是 或是用這個 因為至少不會一條一條 真的 然後把根就這樣手伸進去搓一搓 因為油的時候最怕是表面上會有油光 對 然後拍照會有點反光 那好難看 一條一條最恐怖 對啊 可是如果你用廢子粉 那白白的該怎麼辦 而且大家都不小心 頭皮屑的感覺 因為它會那個白白的 所以你看這樣的話就比較恐怖 好鬆喔 真的有耶 現在比較願意接近你了 我現在也可以讓你接近了 又沒有味道了 好蓬鬆喔 因為剛剛那個油光有一點點看到 會有一點 對啊 所以就是有重 很鬆耶 所以短瀏海也可以嗎 因為短瀏海一油就會塌下來 應該很適合 就是噴髮跟然後鬆開就OK 好笑 真的好看耶 對啊 好帥母耶 你好適合這樣 沒有太整齊 對 漂亮 漂亮 謝謝 謝謝 我們可以討論一下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